大家好 我們看四者運算中 這裡有一個立體 水池中有一隻竹竿 它的整個全部的長度 它是 如果把整個竹竿的全部當作是1 那竿長的五分之一在泥中 切成第一個部分五分之一在泥中 再來剩下的二分之一在水中 剩下的二分之一 就是這個剩下的部分 切成一半 切成一半 它的二分之一 它的二分之一是在 水中 露出來的 露出來的部分 露出來的部分 四十四公尺 要求這隻竹竿的全部長度 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竹竿切成五等分 一二 一二三四五 五等分 好 那五分之一在泥中 五分之一在泥中 好 那這一個竹竿 一根竹竿 它的五分之一在泥中 減掉五分之一 剩下五分之四 好 剩下的這個五分之四 就是在泥中以外的 那它有一半 那它有一半 一半 它有一半 在水中 一半露出外面 所以五分之四的一半 五分之四的一半 除以二 就會等於五分之二 好 五分之二 一半 五分之二 在水中 另外一半 五分之二 就是在外面 就是這露出水面上 有十四公尺 好 那這個題目 我們看 第一個動作 一減五分之一 就是剛剛說的 把這五分之一減掉 剩下五分之四 然後乘以二分之一 也就是除以二 得到的五分之一在水中 五分之一在水中 那露出水面 跟在水中的部分 是一樣的 好 因為它各佔一半 好 一減掉五分之一 這個部分 我們是一 再減掉這個部分 我們是二 等於五分之二 露出水面的部分 好 那 這個竹竿全長多少 我不知道 我假設說 它有X 好 這個竹竿的長度是X 好 它乘以 五分之二 它的五分之二是多少 14公尺 好 就是這個地方 14公尺 全長的五分之二是14公尺 那 X等於多少 14 除以 五分之二 好 你看列示出來是4除以五分之二 好 做到這裡 我們可以看 14除以五分之二 可以把它變成14 乘以二分之五 好 這個除法 分數的除法 把這個 除的 變成成的 好 符號改變以後 上下 那 變成的 二分之五 約分 七 那就等於一分之七 乘以五 等於35 好 所以 答會等於 35 好 35 全部的長度 是35公尺 好 所以 這個題目 如以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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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